上回我們講到, 漢少龍叫成衰準備好一齊, 然後跟他講說, 看著來, 今晚有種好戲體的了, 成衰他們個個都像仗義金剛, 沒什麼頭腦那樣, 但漢少龍也不跟他講明白, 你就這樣, 自己走進營帳, 當晚, 寒風刮過, 半邊明月掛在星空, 照著沒有半點燈火的營地, 除了營地外圍殖班的士兵之外, 趕了整日路之後, 好多人都疲倦入水, 只有漢少龍, 成衰, 趙大趙五趙七, 和那二十名戰手, 他們分別躲在趙善的帳幕外面, 那些隱蔽的坑月裏面, 透過那些縫隙, 等著漢少龍講的那出好戲, 等了整兩個時辰, 就來天亮了, 還有一點動靜都沒有, 韓少龍自己的信心也在那裡動搖, 站在這個時候, 撤著一聲, 啪! 有一聲, 小小聲, 響聲傳來, 這些聲音是來自少元軍那邊的營地的, 各人聽到那些精神大震, 大家瞪大了眼, 借著月色星光仔細地看, 只見一個身形很矮小的黑影, 無聲無色地, 由破開了營帳繁山的地方捐進來, 很靈巧地走到最近那個營帳處, 手裏面, 拿了一條像管狀那樣的東西, 借著他自己點著的一點微弱火光, 大家看到了, 原來這個呢, 是一個瘦得好像猴子精那樣子, 很猥瑣的男人, 手裏面, 拿著個好像爐仔那樣的東西, 連在一支圓館那裡, 那些火光就在爐仔那裡透出來的, 只見他把爐仔的火光穩定下來之後, 將噴著原那條管, 在形象底那裡伸進去, 然後將那些迷煙, 一絲絲地吹進去, 跟著, 他分別在四個帳幕那裡, 都灌入了那些迷香, 然後, 他就, 嘀嘀嘀嘀嘀嘀, 那學了幾聲著仔叫, 顯然來召喚同黨來的陷煲, 果然, 就是一個響聲響了沒幾代, 有十幾人, 慢慢地捐進來, 散開守著各自握要的位置, 將四個形象團團為神, 跟著再來五六個人, 其中一個就是邵元君, 個個都是輕手輕腳, 盡量不發出任何的聲音, 氣氛非常緊張, 少元君呢, 一來到照算的形象那裡, 其他人分別閃到那些侍女的形象, 只是留下亞夫人的形象, 沒有人敢去碰, 韓少龍他們看得心頭火起呀, 原來這幫禽獸不如的人, 連無辜的侍女都不肯放過, 如果不是亞夫人呢, 是少元君的目標, 他就分不開身, 可能亞夫人都不可幸免, 只見過矮仔打這個手勢, 少元君和其他人一起行動, 捐入營帳裡面, 韓少龍一看, 嘻,是時候了, 發出任號, 只想啪啪啪, 一陣聲響, 一輪亂戰, 就在坑月的那區那裡射出, 首先射向那十幾個把風的人, 這個時候, 少元君他們也發現, 原來帳幕裡面沒有人的, 紛紛地驚叫起來, 就在這陣子, 那十幾人已經連聲慘叫, 一個個啪啪啪地跌在地下, 然後四周火光響起, 查完雨, 指揮著另一批士兵, 將這座營盤全團為神, 然後啪啪兩聲響, 那些衝進營帳裡面的人, 撞穿帳幕就衝出來, 這個時候韓少龍他們已經拋低老公, 手撿刀劍, 在陷坑月那裡直跳出來, 向他們展開無情的猛攻, 一時間驚啪啦, 兵器交擊, 喊殺聲震天而起, 韓少龍選的就是自己的大仇人少元軍, 他首先一口飛爬就扔過去, 插正少元軍的大腿, 哎呀, 少元軍好像躺住一樣, 聲音淒厲的喊聲, 響切夜空, 整個人啪啪的慣在地上, 劇痛使他整身捲曲, 強烈的勁捲, 動都不動得了, 韓少龍撲過去, 劍尖一閃, 將另一個還要頑抗的敵人扔到伸手二處, 撒那至近, 戰事已經結束, 來了十幾人不是當場被殺, 就是重傷被敷, 無一幸免, 哇, 你呀, 整個營地都沸騰起來了, 那些士兵紛紛湧過來, 在那邊等著好消息的平原夫人, 也知道弊家夥了, 帶著家長匆匆忙忙地衝過來, 這個時候, 四周圍的火把照到光如百周, 查完雨, 帶人拿著強弓硬弩, 首先擋住平原夫人, 讓他過來先, 韓少龍嚇嚇一笑, 走到還捅到點泥點去的少元軍旁邊, 一腳, 啪聲, 踢在腰間, 將他踢到整個人翻了上來, 然後一腳踏上胸筒, 長劍指著他咽喉腰開, 然後才笑著說, 哈哈, 哎呀, 原來少元軍, 真是得罪了, 平原夫人在外面聽到, 知道少元軍已經被人捉到了, 嚇得大聲叫, 韓少龍, 你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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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膽啊, 韓少龍釘著少元軍, 嘴裡咽喊了聲說, 袁玉, 你怎麼可以對夫人無禮的, 還不請她過來? 這個時候, 雅夫人和趙善也都過了來, 一看到這樣的情形,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, 四周圍為了幾百人, 但是沒有人出聲, 只有火把燒到啪嗚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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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, 平原夫人氣急敗敗地走進來, 一看到少元軍, 嘩, 大腿那裡鮮血淋來, 痛得面色都白了, 直時喝話, 還快點放了我兒子! 這個時候少元軍都剛剛要開口說說, 韓少龍長劍一身, 在他口中中一身身進去,劍鋒就壓住他的舌頭,嚇到那個少元軍來動,都不敢動,身淫都停了。 韓少龍冷冷地看著平原夫人說,我韓少龍身受大王重任,護送公主去帶娘, 現在少元軍的火童外人私放迷鄉,想壞公主的徵操。 夫人,這件事你怎麽交差啊? 平原夫人見到自己的兒子,大腿和富浪那裏鮮血淋你,當堂,方寸大亂,你放開他再說吧。 不行,韓少龍雙眼射出很靈禮的神色,堅決的,我要將他當場處決,所有責任我一個人背了。 除了,由大王決定怎麽處理我韓某人, 平原夫人聽到臉都白了,嘴唇都震了,你,你敢? 在旁邊的三公主趙善突然聲音冰冷, 這樣禽獸不如的人,韓兵衛,你給我殺了他。 雅夫人就覺得這樣做很不妥的,但又不敢插口,聽著韓少龍誤會她偏袒少元君。 韓少龍就特意露出一個很冷酷的微笑,挑戰地看著平原夫人。 平原夫人一看她的神色,整個人煞時間好像露了十幾年那樣,就說, 好了,好了,那你說,你怎麽才肯放過我的兒子呢? 韓少龍轉頭,神色嚴肅地對趙善說, 三公主,可不可以將這件事全權交由抹象處理? 趙善照面一紅,不敢看她,蹲下頭,輕輕點一點頭。 韓少龍見到這個美女對自己這麼溫柔, 哎呀,心想,真是可惜了,她可惜是要嫁給魏王, 如果不然,唉,不再想了,轉頭對平原夫人說, 我可以不再追究這件事,但是夫人要寫落文書保證, 少元君以後都不可以再對公主有禽獸之心, 夫人以下如何? 平原夫人聽到,哎呀,幾乎牙都咬碎, 他知道韓少龍這著很厲害,逼得自己留下證據, 就不能夠拿這件事,向趙王翻帳, 韓少龍更加兇有成竹,知道他怎樣都要屈服, 因為他還要借自己去刺殺魏王。 平原夫人沉添了一陣,終於認輸說, 好吧,算你厲害,厲害的是夫人,秘職只不過有些運的。 第二天,大隊起程,但是平原夫人那邊按兵不動,不肯跟著他們出返。 韓少龍知道的,他想留難自己,他的心暗暗偷笑, 於是帶著召帶他們幾個,還有十幾個特別驕勇善戰的精兵, 自己就走去見平原夫人了。 但是在營帳外邊, 韓少龍就要手下手在外邊,自己單獨進去見平原夫人。 平原夫人這個時候還是把幾火啊, 臉色陰寒的嘛。 韓少龍,你好厲害啊, 傷到我的兒子這麼厲害。 韓少龍知道他是踢了少元君下陰他一腳, 心裡面暗暗偷笑,但嘆了一口氣說, 唉,當時很黑,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少元君, 幸好我發現得早而已, 否則殺他也有份。 平原夫人一聽就當堂沒有聲出, 但是依然怨恨難消, 誰叫自己兒子偷偷去做這樣的事嗎? 這件事本身就不夠道理的了。 他登著韓少龍說, 我兒子現在身體散弱, 不適宜長途拔鮮, 你們自己去大娘啊, 我要等他好回來之後, 才再走上路啊。 韓少龍嘆了一口氣, 唉, 夫人, 你也要知道一下, 卑職就是騎了虎輩, 才要在趙善面前裝模作樣的, 其實我考慮過夫人那天說的話, 心裡面早就已經有了打算, 平原夫人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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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但是昨晚少元軍這樣的舉動, 分明得到夫人的同意, 那真是使我懷疑夫人的誠意嗎? 你豈不是有心地害我嗎? 這句話說出來, 平原夫人當堂落下風, 事實上, 韓少龍好像未卜先知那樣, 破壞了他以為萬無一失的陰謀之後, 他對韓少龍已經有些畏懼, 不知道他怎樣應付這個軒昂鸚鸚的男子, 他倒下頭又不出聲, 韓少龍見到他沒有否認, 原來自己是知情的, 知道這個平原夫人已經被自己的氣勢脅服, 方寸大亂, 於是放肆地走前兩步, 看著他已經心力膠碎的面容, 微笑著說, 我們到大娘之後, 才再考慮夫人的提議好嗎? 至少讓我見下信玲彬再說吧。 平原夫人竟然走得這麼矮, 擔高頭, 臉死一寒就說, 你走這樣做什麼呀? 想對我無禮呀? 以下犯上, 那該當何罪呀? 夫人, 我只是有些秘密的消息, 要向夫人品賞, 不知道夫人有沒有興趣知呢? 平原夫人被他搞得不知所以, 什麼事呀? 河少龍還想忍一下他, 特意呢, 烘到他耳朵邊, 他嘴裡幾乎在貼著耳珠, 小聲聲才說。 我查到呢, 現在有幾股馬賊, 正在前面伏擊我們, 其中最大的一股, 就是灰狐, 這個灰狐, 好像和魏王有關, 而夫人你, 亦都是他打劫的目標之一。 平原夫人一聽, 當同臉色的白色, 什麼話? 灰狐? 河少龍就說, 我可以對天發誓, 如果有一字虛言, 就使我不得好死。 他心想, 這個時代的人呢, 就不像二十一世紀人那樣, 發誓就當成生菜, 他正好呢, 就借了這一種風氣的神奇效勇。 平原夫人果然沒有懷疑她的說話, 眼珠鹿說, 其中真的有灰狐在內嗎? 河少龍一聽過這麼說, 已經可以肯定了, 這個灰狐一定就是魏王的人, 平原夫人正因為知道秘密, 這樣才相信了自己的說話, 所以放肆地來到他右前方, 張白口啊, 湊得在他的嘴裡跟著就說, 這個消息是由烏家在魏警的內線提供, 還說幕後的指使人就是魏王本人啊。 平原夫人終於覺得他似乎靠得太近, 太過分了, 走走眉頭說, 你說話可不可以走開一點的? 河少龍見到他雖然皺濕眉頭, 但是臉都微微發紅呼吸急速, 知道他欲許還形, 心都不知道多矛盾, 不敢暗暗偷笑, 心裏面有了些報復的快意, 心想, 你對我不擇手段, 我怎能不回報一下你呢? 索性輕輕咬著他耳朱一口, 平原夫人整個人震一震, 正要發火, 河少龍即時忍後兩步, 微笑地看著他, 使得那個平原夫人是當同心如六壯, 那些罵人的說話到了口唇邊都說不出, 究竟一回什麼事呢? 這個人剛剛才打傷了自己的兒子, 那跟著就對自己輕磅, 為何自己依然發不到脾氣呢? 想到這裡就當同整塊臉都紅了, 他倒下頭就說, 好了, 明天我就隨你喜情喜了。 河少龍這頭穩住又說服了平原夫人, 近這邊自己真是沒有後顧之憂, 立刻就回到自己那邊的營地, 你的時候, 烏卓的一百子弟兵已經到, 你一下, 河少龍的實力真是大增, 他看看那百名家長, 人人都體型飄悍精神斗手, 一看呢, 個個都是精銳來的, 成衰見到這一百個生力軍, 當同要吃了一個定心丸那樣, 笑容都多了很多, 尤其河少龍, 昨晚好像微卜先知那樣, 就破了少元軍的陰謀, 使得手下的將士, 對那些奉約神明, 趁著平原夫人, 亦都開始拔刑起債, 他就和烏腸、成衰、茶元玉, 在山頭那裏研究一下, 現在怎樣去大梁。 這時候, 大家都知道前途險岗, 前方既有可能遇到馬策的埋伏, 還有一個齊國刺客, 蕭毅謀的伏擊, 所以研究好前進的路線, 和制定好應對的策略, 這真是非常重要。 烏卓首先, 就說了他在魏國境內探聽到的情況, 他說, 由這裏去到蕩陰, 有一條官路, 以前魏國人, 在路上都設了有關卡和刑寨, 還在山頭稍微高一點的地方設了風火台, 但是, 我們偵查過, 現在路上不單止沒有關卡, 連半個魏國兵都找不到。 韓少龍心想, 哼哼, 這就對了, 魏王如果真的要派人襲擊他, 那當然不要離開趙國境內太遠了, 那到時候可以推得一乾二淨了。 那些馬策是在趙國追擊過來的, 那不關他們魏國事, 尤其灰湖和韓少龍本身有手, 更可塞住趙人的口, 也可以使得順寧君雅子食黃年, 又苦說不出。 唉, 這個時代, 每一個當權者都是奸詐狡惑之徒, 不過想想, 二十一世紀的政客也不好得多少, 也不足為貴, 誠雖指著他們面前的河話, 去大梁還有另一條路, 就是渡過這裡的湾水, 然後向東走, 在黃河邊另一座大的城池叫做黃城, 如果我們改了這條路, 馬策便想不到。 各位, 這裡城衰港的湾水, 是黃河的一條支流, 又叫做安陽河, 在現在的河南省境內。 黃少龍聽到沉淫了, 就說, 如果我是馬策, 那我一定會趁你們到河的時候發動攻擊。 他們有備而來, 人數又比我們多, 只要一輪攻戰。 你說, 誰贏誰輸? 呼出他們幾個一聽就當同呆了。 大家都知道, 自己這邊呢, 五百兵馬之外, 還有有腦有亂幾十架雷車, 渡江是一定需要一定的時間的。 在河面上你無險可守, 而且急切之間, 你最多都是找到一些小艇的。 那被人的攻戰一射, 真的避無可避, 就閃無可閃的。 一下子,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算好。 河少龍想了一下, 自己二一世紀那裏受過的軍事訓練, 想回想, 以前教官講的戰力, 由一計較了, 他就說, 兩條都是官路, 無論選哪一條, 敵人呢, 一定預先已經猜到, 他可以以日代勞, 而我們呢, 他有勞累之師, 怎麼打都很難打得贏人的。 唯一的辦法, 就要改變這個優劣形勢, 使敵人呢, 變成疲憊之師, 我們才有機會以小勝多。 我們現在哪條路都不走, 沿著官路南下, 來到河邊吳道江, 反而沿著這條河, 一路向東行, 一路到了奈河淺窄的地方, 我們才渡過對岸, 這樣呢, 速度就快了很多, 而敵人, 因為要折住我們的去路, 所以一定呢, 現在就在河的對岸那裏, 等著我們過去的。 哼, 我們沿河一走, 那他們呢, 當同就不知道怎麼算好了, 如果要渡江追過來的話, 我們隨時可以靠水結營, 混手待敵, 變成我們以日代佬, 這樣, 勝利的機會就大為增加。 查元宇說, 但那段路不是那麼容易走的, 烏卓就說, 只要能夠保住這條命, 怎麼難走都可以克服, 誠雖亦點頭同意, 他說, 就這樣決定吧, 我們還要加派一些探子的數目, 前面後面, 在兩翼都遙距監視, 寧願行走慢逼, 都不可以跌入敵人的陷阱。 商量完了之後, 大隊人馬就繼續上路, 漢少龍親自選了一批精銳的士兵作為探子, 五個人為一組, 前後左右有各派兩組, 一個有八組人, 那時候沒有布話機, 這張旗號向主力部隊這邊傳訊, 一定探聽到前方安全了, 這樣才前行。 平原夫人自從知道, 灰狐準備來攻擊自己之後, 當堂和漢少龍合作得多, 載著他, 和因為受傷很難起身的少元軍那個馬車, 也緊緊跟著趙善的馬車後邊, 兩百名家將, 也跟著在後方, 一直貼著部隊來走, 怎麼都不肯落後了。 自從那天早上聊過之後, 漢少龍再沒有跟這個心如蛇傑的女人說過半句話, 不知道她現在在想什麼壞主意。 當她經過趙善車架旁邊的時候, 突然間, 那位美麗的趙國公主, 掀開個窗簾, 小小小叫聲, 漢少龍離開寒丹到現在, 她還是第一次主動和漢少龍打招呼。 漢少龍覺得很奇怪, 立刻放慢匹馬, 和馬車一拍地走, 公主有什麼吩咐呢? 趙善心心地看了她幾眼就說, 漢少龍, 我很感激你, 但是, 我亦都很恨你。 講完之後就放下一個窗簾, 然後, 轉頭就再也不跟漢少龍說半句話了。 漢少龍聽到這句話真是感慨萬千, 他當然明白趙善話中的含意, 他直接叫漢少龍的名字, 那就是說, 他已經是當漢少龍是一個配得上他這個金枝玉葉的男人。 之所以感激漢少龍呢, 是因為他為自己保存了清白, 但是生氣他呢, 也都因為正是這個漢少龍, 要將他送給那些無量的藝人。 雖然, 這個來自他父皇的命令, 但是趙善的心裏面, 忍不住仲是對漢少龍生出一些埋怨之心。 雲斷神傷之下, 漢少龍唯有將心情寄託在沿途的風景。 在這個二千幾年前的世界裏面, 城市的外面, 還保留著很美好的原始的風貌。 只見山谷清脆, 陽光灑照之下, 湖水真是水洞石變, 幻境無窮。 漢少龍心想, 如果電腦馬博士的時光機, 真是可以使人穿梭古今, 黎枉致雨。 只要扮一個時光旅行團, 一定可以賺到一個盆滿撥滿。 到了黃昏, 他吩咐贊營之後, 自己還在胡思亂想。 烏卓他們都不用自己吩咐, 已經派人爬上最高的山領, 搬察遠近洞正。 那時候, 突然間, 聽到對岸的樹林那裏, 傳來一陣鳥獸驚飛丑動聲音。 烏卓和漢少龍對望了眼, 大家心想, 哎呀, 真是泥冷。 各位, 那究竟他們接下來會遇到什麼危險呢? 漢少龍又準備怎樣應付呢? 明天再說, 我不會遇到它。 現在還在那裡。 我會不會遇到它的尺寸。 而且, 那天, 我會不會遇到你。